。 。 大家好,大家好! 里面来把斯科德的打野起 woh! 一定要有人问,斯科德怎麽打野啊!!! 这边先看,我跟一个名为战前. 那蓝buff也出来了 我们就直接打蓝buff 那四个队怎么打野啊 四个队不能打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说他打野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我们带了一个五个觉醒 还有五个暴怒来解决这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让他的打野速度会变快 那只要他打野速度变快的话 他抓人的能力一定是足够的 那这边我的红buff没有了 先解说完这一波 那没有的话也不能打的话 我只能来拿一下这个狼 没有了红buff只能来杀你了 作为一个打野的话 斯科德他有一个抓人的能力 一技能还可以用大招把对方打回来 那对于控龙控凯撒方面呢 他的被动也能做一个回血的效果 那他的被动呢就是每隔十秒 他下一下普攻会有一个回复伤害 你每普攻一下会减那个十秒的冷却时间一秒 所以说他一直普攻的话 他的回血量还是非常足够 这边一个二技能 垂 没有垂下去 我们的闪电侠拿了人头 闪电侠拿了人头 非常的不错 毕竟他是一个非常依赖装备的一个中单英雄 那这边我们先把古龙给拿一下 看到这里我的血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好选 如果是别的打野英雄 而且没有出一个吸血装备的话 可能就不那么优势了 那我们再回来拿一下红蓝buff 因为机会其实实在不是太多 我们刚刚才把上路的小熊猫给杀掉以后 那下路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吧 我们的爱丽丝如果能配合一波的话 在我释放大招的时候 因此的这个大招 他的动作有点大 那这边美娜想要过来再次勾我的红buff有点难受 又被他勾出去了 那我们没办法嘛 只好打一下他来射一下分 我们帮上一个被偷走的红buff爆一下球 一个大招虽然是空掉了 但是我们还是成功把对方投轮的人都拿下来 那这边直接就开拢 因为像我刚刚说的 在空龙方面我们有一个回选能力 所以不用太害怕 对方要过来 只要怕对方 诶对方没有抢到 那就一点都不用怕 那来抓一下这个纳克罗斯 但是纳克罗斯的威坚太多了 我们回头打这个美娜 你刚刚够我红buff对吧 第一个红buff感觉也是被你们拿了 也是跟你有关系 直接把你杀掉 那回头 我们来到了4分38秒 其实就是清了一波 下半步的野区的时间 我给大家省略掉了 那在我一拳超人身上 你想要偷这个古龙 我们留着这个寒冰制裁 一个寒冰制裁下去 拿到我们的闪电虾 也帮忙牵制 把对方给牵制跑了 看到这里我们的闪电虾 直接一个大招 控死了对方的图人 又看到这个美娜的话 一个寒冰制裁下去 一技能控了他一波 我们的闪电虾 再加一个斩杀 给杀掉对方的美娜 那这边闪电虾 连续拿了几个人头 非常的爽快 那我们也不错 拿了一个304的一个战技 那对方的锦 想要来射为两枪 我这里是没有办法击杀他了 我只是把他还有伊塔的距离给分隔开 我们等兵线进来以后 就可以很安全的把这个伊塔给拿掉 那纳克罗斯进来 我们的爱丽丝 这个大招放的非常的好 那纳克罗斯 就算他那么多位移 被沉没了的话 他一个招都不能放出来 一步都不能跑 那我们这边再看到对方 有一个蓝buff 没有强调有点可惜 斯科特要往后退一点 再不退的话 要被对方活活的打死 我们的闪电侠进来的话 直接又改变了这个战局 导致对方才是要逃的那边 那这里短短的几分钟 闪电侠 其实这几波的动作 都是做得非常的好 直接把对面打傻了 那我们来拿一下红buff 顺便用我们的被动技能 来回一下血量 那吃完红 狼也必须要拿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状态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血量足够的话 狼吃不吃也可以 主要还是拿一个红蓝buff 然后就去做帮忙打架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小熊猫在追我们超越 直接一个大招中了 又再补我们的一技能 那因为我们大招打中人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技能会马上刷新 这边回头看到一个 极非常长的血 一个一技能 就给轰死掉 好 我们再利用野怪来回一下血量 一只普攻一只普攻 一只普攻 我的血量就会慢慢的上色 慢慢的回复 那这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出砖的问题 蓝野斧 然后一个魔方鞋 然后一个绑甲 那这边看到一个熊猫在跑去收兵 而且我们这一间他一直跑 他只能往我们家里跑 他一直跳啊 一直跳 这边瞬间跳到我后面的草丛 再回到前面的一个草丛 你是没有办法跑了吧 再一个一技能 一个普攻 爱丽丝也应该有让这个人头给我啦 因为他刚刚也停手了一下 那就非常谢谢这个爱丽丝 因为我拿人头 我的坦度啊 还有伤害啊 就会一直上升 我们先来尝试打一下这个凯撒 如果对方没人来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那这边 但是我们的超人想要去抓一下对方的几 没有他帮忙的话 我自己现在是打不赢的 看到一个图人一个大招 重置我的一技能 又一技能成功收掉图人的人头 我们在出完一个骑士绑甲以后 可以补上一个火甲 很传统的双效流 有一个坦度 也有一个魔法伤害 对附近有一个燃烧的效果 那最后补一个魔法 还有一个黄者之剑 黄者之剑就增加我们攻击 看到一个 纳克罗斯再一个一技能 一个普攻 就把他的人头给取下 那刚刚那一波 可以那么顺利的拿掉 纳克罗斯的话 还是因为靠近最后那两枪 非常的痛 我们这边可以再来尝试一波凯撒 因为对方打到这边的话 应该是不敢过来 随便的看一个视野 但是图人有点过来看到这个视野咯 我现在是有点害怕的 因为我们这边只有我 还有我们的闪电侠 我有点怕对面来两三个人 就把这个凯撒给抢掉 但是他们一直还在弹这个凯撒 我回头来拿这个凯撒 一个制裁拿掉以后 美娜的话想要偷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你勾一下我的红buff还可以 但是你想要勾死这个凯撒的话 是有一点点难 我们成功把凯撒拿掉以后 可以直接直接往中路推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锦的话 推塔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但虽然说对方也有一个锦 他要管上来下了枪 因为我们现在非常优势 我们的锦 对方的锦是不一样的锦 锦两枪收掉了 锦看到我们熊猫想要抓三天下一个 大家捶他开 再一个二技能后的阵阳普攻 一锤把这个熊猫给捶下来 我们锦也利用我们一技能 一直在翻滚一直在射塔 那看一下啊 这边我再回头拿一下这个红蓝buff 因为冰线中路的冰线没有了 上下的冰线也正在推进去 这个时间段我去了也不能帮助什么 因为我们也不是一个射手 不能像锦那样没有冰线也可以推一下塔的话 我们来包一下这个纳克罗斯 可以把他包死吗 他应该是看到我了 所以说他没有直接的往塔后走 但是他进塔我们四个人已经过来了 他也没办法逃得了 我们的线灵也出来了 看一下这一把能不能出到黄者之剑呢 大家来猜一下 你们不要拉到最后 然后看完结局 然后再回复这个档喔 来我们猜一下我这把 到底摇了摇头 可不可以把黄者之剑完全的出完呢 那我们把线推进去 我们中路剑也非常的努力在推兵线 我们一个拳头大招先把对方打开 因为我们的输出还没有来 那纳克罗斯过来了 他一个非常多的位移 但是我有一个向前冲的拳 那把对方的纳克罗斯收掉以后 熊猫也过来下水角了一波 我们等一个兵线进去 等这个兵线过来的话 感觉可以直接推到一个主宝塔 但是一波好像还是不太能够 因为我们的血量有点长 但是这个美娜直接出来 一个嘲讽大招 那嘲讽到我们几个 控制到我们几个 但是他们后面的速度并没有跟上 那看一下战机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9012了 非常的爽的一个战机 超人一直在分推 那很不惜 超人给对方三四个人给抓死 那这边闪电仙在拿蓝buff 其实到了后期我也不太需要蓝buff了 前期的话还需要一点点 因为我也要利用我们的技能去抓人 去控龙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看到一个纳克罗斯直接一拳 把对方的buff拿掉 那这边直接进场大招抄了两个人 我们的闪电仙这部配合非常的好 直接他的大招宽住了两个人 直接秒掉了两个人 那熊猫这边还想要杀我这个残血 但是我是一个坦克啊 你不要看我残血 但是我是一个坦克 坦度还是要比一个满血的后排 还是要坦的非常多 成功收掉了四个人 冰线也过来了 我们还有一个大炮车 对方只剩熊猫一个人的话 把他熊猫也杀掉一个大招空了 那我们连一下助攻也就好了 直接这四个人把这个主板塔给拿掉 这波就非常的爽快 四个人打野 九零十三 好像大概这个样子 把超神 我们给队友们点一下赞 九零十五的一个战绩 四个人打野 如果大家想要注意这种情况的话 可以分享我Facebook还有IG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